这里是开服堂,北美时间2021年7月11号的下午 我们反正信息量特别多,尤其来自于国内的 包括美国的也有,两方面都特别特别多的信息 那么我们讲了进入到7月份就是爆炸时期 但是你不管怎么爆炸,大家记住抓住两样东西 一个是规律,第二个是节点 有的是在量变的时候,有的是节点是很重要 节点就相当于树叉,一棵树就要长出枝叉 那个地方就是个节点 有些方面就分出个枝叉 这个人生当中也是这样的 你两个人相处,处到一定后它分叉了 分叉这个如果是原来都在一个主干线 主干线就是像价值观的各方面一致 然后遇到具体的分一小叉 分一小叉,很正常,告诉大家很正常 那么分完叉以后呢,有些人走走走走 他就觉得走了不合适再回来 这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讲中国过去讲人生无常 这针对一个个人来讲 或者在群体里面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我们现在要讲讲就是说 封闭者,眷恋过去,开放者,憧憬未来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检验自己是不是封闭者 那你就看看对过去的眷恋 如果说能老是活在自己的过去当中 活在过去当中 其实就活在过去的惯性当中 或者过去的憧憬当中 但是过去大家知道它是不可能再重复过来了 所以这样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前景 没有前景 你要记住到这里 而且这样的人的话容易拖你的后腿 甚至是给你前进上设置障碍 所谓的过去它就会变成沉重的包袱 沉重的包袱 所以出来 那么有人讲那过去是对 你像川普回过头来 他要保守 保守是不是眷恋过去呢 这里面就是有两个根本性的差别 我们讲他是川普的保守是怎么 是你现在走偏了 走偏了 走偏离了主要的轨道 所以他让你回复到主要的轨道 所以回复到主要的轨道 也就是原则性你不能丢 我们讲不能丢 那我们讲的眷恋过去呢 一般来讲它都是眷恋过去的表面现象 而不是眷恋过去的本质东西 眷恋过去的表面现象 因为我们尤其是中国人 他是这个没有深水的思想 也考虑不了人生的一生的意义 唯物主义者他就是为了活命 活命的话那你想想 你的境界就很低 原因在哪里呢 也就活个一百岁 活个一百岁 所以他就是眷恋这一百岁 那一百岁的话 这个时间短就是非常非常短 在人类历史上就非常短 所以作为一个人来讲 这个是唯物主义者的局限性 局限性的话 所以他就会往往把过去的东西放大 那你要这样想的话 那小时候干脆回到婴儿状态就完了 对吧 父母永远照顾你 大家停止在那一瞬间 但这些都是不现实的东西 都是不符合规律 符合规律的是什么 世界一切都在变化 所以你要在人生当中 在早期的尽快的 短暂人生当中 要找出一个什么 人生的规律 找到人生 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反思去总结 甚至从历史的人物上去总结 我们讲过去的重要意义 就是给我们提示 提示就是 我们不要再重蹈覆辙 重蹈覆辙 这个是历史 历史的重要性在这里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人生是很短暂的 能很短暂怎么 很短暂意味着什么 你不可能经历所有的事情 那么社会呢 又是很丰富多彩 我们讲了 丰富多彩 患了悲观的就叫复杂 患了开非悲观的就叫丰富多彩 你甭管这样 那么你这里面就要趋吉避凶 趋吉避凶当然是跟你个人有关系 每个人的吉凶是不一样的 这个话语 吉凶的话语 就中国那种预测学里面 在讲到的 吉凶的每个人吉凶是不一样的 因为每个人的先天性 后天性 环境很多很多因素穿插在里面 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总结 那么中国过去历史上几乎没有总结 被尤其两千多年 在春秋战国时候呢 是大家边探索边总结 所以出来了朱子百家 朱子百家 那么后来呢就停止了 停止了也就是说你还没有探索到根本的时候就停止了 停止了被那个儒家孔孟所取代 其实孔孟他也是在探索的路上 尤其是孔子 他就完全是科技福利 福的周理 完全把周潮 他就是回顾过去 把过去总结了一下 认为那个是好的 那个是真理 那个是标准 所以董忠书他们就把这个东西拿过来 其实董忠书说白了都实用主义者 他发现这个东西能够符合现在的家庭文化的生产 小经济生产 然后呢也能巩固这个皇权 所以他拿来就是实用主义 说白了就是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拿来以后就把它定为一尊 定为绝对不能推倒的东西 就不让人质疑 不让人推倒 其实他就想把当时的场景给固化下来 这么一固化将近两千年 两千多年 不止两千年是两千多年 这么一固化下来两千多年 那就完蛋了 我们讲到 没有他那个董忠书时期是应该是公元 公元前后吧 我忘了 具体时间 因为西汉在公元前建立的 然后东汉西汉应该是公元前 公元前董忠书时期 那就是公元前两百多年的时候 才是秦始皇统一大陆的时候 所以我们现在的纪元是西方的纪元 西方纪元是在秦始皇之后 两千年 两百年 两百多年 那么出来的是那个耶稣 我们讲到这样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等于两千多年 我们讲到两千多年 两千多年这一下就把自己给封闭在里头了 我们讲到这个 所以然后开放者是憧憬未来 从今未来就是要有一个开放性的思维观念 这是期望大家 我们的网友也有的开始反思了 反思的 就是发现在受到大陆这样的强化了教育以后 强化教育以后 能的大脑就等于是被自我封闭了一样 因为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 出现这些现象原因就是 我们的教育就是认定一种对 一种强化对错 强化对错它就固化了 所以我们的潜意识心理是害怕犯错误 当你害怕犯错误的时候 你的开脱精神 你的前瞻性 你的勇敢精神 或者是创业精神 所有都没有了 所有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里面也反省到是不是儿童时期 儿童时期很可能 儿童时期肯定的 当你还不知道的时候 好奇的时候 都被我们的教育给扼杀掉了 扼杀掉用了一个对错去取代它 结果孩子就会变成说手说脚 啥东西都不敢 主动去想 因为害怕出错 害怕出错 这种潜意识心理就麻烦了 这样的话就导致人自然也就没有勇敢性 没有勇敢性 没有勇敢性 那就是往回 说白了往回早了 就是说眷恋过去 就是复制 我们为什么今天讲这一块呢 让大家理解 习近平 懂得中国的走向 习近平我们以前一直讲过了 他的学识各方面是有限 成为了封顶 成为了封顶以后 所以一旦到他掌握权力 想要随时随地都要做一个大决定 大系统的时候 他一下拿不出来 根本就拿不出来 拿不出来就没辙了 没辙的情况他只能是往回早 这个不光是他 包括他的智囊团队也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他就没有未来了 我们讲的 一般来讲你复制过去人是没有未来的 你可以借鉴过去 但是不能复制 往往复制过去人 基本上就game over了 我们讲到 因为他的历史也就在他 眷恋过去那一瞬间停止了 那么这样的人就没有前景 也没有未来 也没有明天 那么你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他就等于他是成了你的包袱 拽得你往下走 成了你巨大的包袱 那么如果说是一个群体 那就完蛋了 一个群体 因为社会是发展的 变化的 那么你一个群体里面的人 他也是五花八门的 有的人要前进 有的人要后退 七长八下的都有 那么你一下子给他封顶了 你给他一封顶以后 就变成了一个闷罐子里面的东西 大家知道闷罐车里面会是怎样情况 到最后里面的人会疯的 你甭管他里面是开创性的 还是保守的 时间长了都会疯的 都会疯的 疯的时候就是我们讲到的 这个中国的动荡 大动荡来临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说所有东西都没有用 你只能让他把这种 积压在里面的情绪 积压在里面那种 不良的精神东西发泄完 发泄完了疲劳了 静下心来了 他那个魂才会回来 这个也就中国两千多年当中 历史更替的时候 你如果说要把它提炼出来 抽象出来 你就会看到 其实那时候的人是带有这种疯狂 带有疯狂 那么他讲那时候 有很多人是积压猪狗 我们讲到无意识者或愚昧者式的 那么里面有一部分是疯狂的 疯狂就会搅动 把这个愚昧者东西搅得到大家跟的去疯狂 那么反应慢一点的 那么立马就会变成了那种蚂蚁一样的就被踩死 就乱军从中给它踩死了 那么清醒的快一点的 跟的一起发狂的 那么可能还会弄个三瓜两枣 弄个三瓜两枣 有个别的运气好的 就从头跟到尾 一直能够获取功名利路 反而就出来了 大部分是没戏的 基本上90% 你可以想到朝代更迭的时候 它是层层的清洗 一层层清洗 反而是往往它中间 两个大朝代之间有100多年的动荡式 100多年的动荡式 你想想换了几代人 你就可想而知换了几代人 所以往往到后面能够打天下 基本上就是前面都清洗光了 后来能对前面没有牵挂 没有任何的束缚 没有任何的牵挂 然后那时候再开始的 那样的人员才开始 也就是才会有新的安定 新的出发 所以提醒大家这一点 那么这里面又谈到了一个 所以儿童时期一定要有所开放 所以孩子的时候家庭父母对他放养的 我们讲放养的 反而后面有后径 当然中间要有一些前提条件 给他增加一些阅历 增加一些阅读 这个是历史上统计下来 你甭管中外历史上你统计下来 你会发现 小时候比较自由的孩子 这里面有两种 一种像西方社会刻意自由的 就是父母不打压 还有一种家里孩子多顾不过来 那就放养了 那个里面往往会出一大堆人才 那么这些放养里面有一个现象 就是淘汰的当然也多 因为他们无敌放式 那么个别一两个就是 他在里面的时机各方面 自己的阅历 自己的经历 给他骗穿着起来就很厉害 我们讲到铁拖 家里面兄弟姐妹十几个 铁拖好像十一吧 我记得好像十一 第十一 那么就这是一个例子 对不对 那么但是你如果说从小父母 你给孩子不要有是非对错 是非是要有 对错你不要强行他 因为社会事务是发展变化的 是非是应该要有 然后你还放开 让他多读书 你甭管他是读什么样的书 你就让孩子多读书 尤其是历史 人文的东西 让他多看 科技的也可以 没关系 你就让他多看 都看了保持他这个好奇心 如果他上来以后 他自己会追索 自己会追索 自己会往前去思考 去追索 这个是很重要 作为父母 所以父母不要用儒家的那套东西 去强行的灌输 如果遇到一些不正常问题怎么办 那你就跟孩子一起分析 分析下 告诉你这样做容易伤害 慢慢的这个时候把一个开放型的 自由的一些价值观 什么叫开放型自由的价值观 我们讲到 如果说你是基督徒更好 你就说有一个上级 这样的话结合起来 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 你就说到一个是保护自己 不伤害别人 也就是说你不要去伤害别人 也不要被别人伤害 说白了就这两点 非常简单 你不去伤害别人 也不要被别人伤害 你不去伤害别人 就等于平等了 平等了 你也不会去欺压别人干嘛 然后你不被别人伤害 那你就拥有了一种勇敢和反抗精神 或者不屈不饶的 意志力都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然后在这个技术上 你再加上一些所有的知识 让他多看书 然后不要把自己当成十全十美的人 真的不要把自己当成十全十美 什么自己都能打了 我们现在的国内的家长 就把自己当成十全十美 然后把自己没有实现的东西 强迫孩子去实现自己 把那孩子成为自己的影子 那基本就等于奴役孩子 我们为什么讲十四亿人都是韭菜 或者是奴隶呢 他就被商君书之类的皇权可以统一以后 变成了统治者的影子 也就是你变成了统治者身上的细胞 那统治者身上细胞有无数个 对吧 无数个 所以你说十四也好 七十也好 他都可以 还可以复制下去 因为细胞是无穷无尽的 然后里面掉下 掉下就等于死亡呗 他才不在乎 你想你在乎你身上掉下来的皮蟹吗 你不在乎 是吧 头发长了 你还在搅呢 搅完以后 你也不就扔了吗 你也不会把它增长 认为自己里面有DNA 有自己的种 你都不会想这事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等于 这种死亡的普通的大众人员 所以你不要成为他的 他人身上的皮蟹 不要成为他人身上的一个细胞 你就是你 所以这些呢 就我们讲的开放性的 独立性的思维 就这样 非常简单 第一个 不去伤害别人 然后不被别人伤害 第二个 你是你 他是他 知道这点就行 对吧 你这样两样东西 你如果说这样 不去伤害别人 不为别人伤害 就有边界意识 这个边界意识 就会建立起来 因为他可以看看 过了这个边界 就有别人伤害了 对不对 别人过了边界 就会对他伤害 这些边界意识就起来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你是你 他是他 其实暗含的 就有独立性的意识 独立性意识 这样的话 他就会逐渐的 慢慢的校正自己 我们讲的 我们这两条道 规则是说给一些 不信上帝的 或者是还在墨索当中的 你就找这么简单的几句话 就行了 然后另外再加的话 你就可以加少小不努力 老大土上碑 就是你要有人生 你要有自己的规划 让孩子带着这些问题 去生活去成长 他在自己的生活成长当中 一直在完善这个问题 一直在解构这个问题 包括读书 这样的话 他就会琢磨了 一般看到人物传记 看到一些 我们就讲中国的三国 水虎 西游记 或者是三国之类 他就会讲里面的人生 每个人物的人生 是怎样子的 他是一个性格导致的 为什么有的人生会很好 有的人生会不好 这样的话 他看小说也好 看什么也好 他就会去思考 比较 然后自己不想过这个 小说里面 某某人物的 那样的人生 他就有一个对比 有一个借鉴 这个对比借鉴是干嘛 就是给他一个提醒 让他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反思的时候 有一个参考的东西 这样的话 自己就知道 自己会不会脱离 就超过那个边界 我们讲了 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共产党所谓的领导教育 共产党的教育 其实就把大家当成奴隶功能 奴隶功能 马字的也好 技术功能也好 因为数据化的东西 你学多了 你就变成一个技术功能 说白了就是个技术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 技术功能 可不就是现代版的奴隶 说白了 原始奴隶就是挥个锄头 捆得下来 后来就是农耕的农奴 那么到现在有高科技了 他这些技术东西 就变成这个 人文的东西少 我们其实谈到的 都是人文的东西 怎么去 真正的做人 是从这个当中悟出来的 而不是通过你的教育当中 一朝天子一朝城 什么意思 一朝天子 说他一朝城的话 就有一朝城的 不同的社会的规则和标准 你把那些东西拿过来 社会的规则和标准 它都是一个规类总结的 跟当时的情况环境定下来的 记住这一点 你只有个体的信仰和个体悟出来的 这种我们讲这样大规则的原则 它才是永恒不变的 你比方说不欺负别人 不被别人欺负 这个就是只要是有社会 我甭管你什么制度 什么环境下 它都是存在的 对吧 然后回过头来 你个人的追求 对吧 你人生想过什么 这也是的 永远都存在 然后那些小说里面的人物 那些现实社会当中都会有 都会有 所以它永恒的 这些东西都是永恒的 永恒的你才有一个重要的借鉴作用 尤其是在儿童时期 小时候 你给它一些这种长久性的永恒性的东西 你包括告诉它 有创造者 有创造者 那么它就行 明白了 或者你再告诉它一点 你说你看看 我们现在看蚂蚁 对吧 蚂蚁很小 你会照顾它 不会 如果说你在天上 比方说带孩子 坐坐飞机 然后看地上 人都是一个蚂蚁 它就会想了 天上造出我们很渺小 这样它这个脑洞会开 思维方式就不会被我们地上东西所固化 也不会夜朗之大 所谓的地上东西固化 就自己会夜朗之大 夜朗之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结果 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就是把自己当成皇帝了 我们为什么反对儒家文化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套东西 把你自己 刻意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的圣人 什么叫圣人 那不就把自己当皇帝 当自己的所有的决策者 这样的话它就 而且自己当皇帝了 当所有的决策者 那你就必须要去奴役别人 标杆着 而且就是你以大众为标准的 你就失去完全丧失的自我 说白了不好 那种状态就是圣人状态 中国的圣人状态就是洁癖 你可以大家去琢磨琢磨那些洁癖是怎样 这个心理变态 我们讲到清楚 所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会把人造成心理变态 你不妨你去试试看 你自己去琢磨 它就完全让你一个人失真 虚伪的东西都上来失真 这个是我们要提醒大家 所以你有开放者 开放者是想自己开放 你别去管群体 我们还有很多人 话语体系基本上都是群体的体系 群体的共产党洗脑下来的 你应该是个灵体系 个灵体系的话语就有 所以你看看中共的 我们从小教育的教科书 所有东西里面都是集体主义的 一套语言体系 现在美国如果民主党上来 他也是在干这种事 干这种事 其实就把整个人类给洗脑洗骗了 变成奴隶了 我们讲的 这个个体语言体系才是重要的 我们提醒大家 OK 今天我们播报的时候 我们会前面一部先把重要的 然后后面再讲 我们把川普那个放在第二部分 因为它属于一个积累和一个回顾 一个梳理方面 昨天和前天都是它的节点 我们也都告诉大家了 大家知道下一波就会开始怎样 那么今天我们讲讲 另外一个节点 就是围堵中国的一些节点 一个重要的路径 这里面要感谢网友 他总结的都非常好 我们这两天我们再看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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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